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蛮严肃的话题了 蛮严肃的话题就是新型肺肺炎 新冠肺炎为什么跟日本有关 这是很怪 跟我们的频道组织有点没有关系 不过我们想讲的是 其实因为我们两个 因为是日文系的关系 因为在工作职场上都会遇到日本人 然后又蛮常去日本的 然后平常也很常关注 就是跟日本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周遭的亲朋好友 都会把日文有关的东西来跟我们聊 那在聊的过程当中 最近很常被问的问题就是 你们日本 我说不是我们日本 我们也不是日本人 他说日本为什么 就是这一次新冠肺炎 怎么会做的这么差 怎么会防毒的这么不好 好防毒有多不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的数据 首先呢 今天我们录音的时间是 2021年的1月9号 那他统计到昨天为止呢 昨天的确诊人数 全国有7882人 一天就7000人快8000 对那我们蛮常看到的 他都会讲是东京都内感染人数 像最新的好像是今天 1月9号的话就超过2000人 就超过2000 有光东京都内哦 就是首都内这样子 那累积的确诊人数呢 有达到了27万4000多人 不过呢 这中间呢 有21万左右 21万多人是已经痊愈 或者是已经出院了 但还有5万多人还在住院当中 那这中间呢 还有大概3900多 相信4000人是死亡的 这是累积死亡人数 然后呢 现在的重症人数 还有800多个人 那其实台湾现在 总共确诊是多少人 700多800吧 对我们就已经觉得 如临大敌 就觉得怎么又有感染 那最主要是台湾一直有控制到 没有社区感染 没有发生社区感染 但是我们一直就是能够维持 现在生活最主要的原因 那日本呢 应该是基本上已经发生了 严重的社区感染了 已经蔓延开来了 他们基本上很难查出 还是在哪里受感染 我们现在还能够调查 就是感染者足迹 他们已经几乎无法调查了 所以只能宣导大家尽量不要出去 好那为什么会想要聊这个呢 最主要就是在 前天1月7号左右 日本又再一次的发布了紧急宣言 那这一次的紧急宣言呢 是针对就是几个比较首都的区域 他从今年的1月8号到2月7号 总共一个月的期间呢 在东京都 西域县 千叶县 还有神奈川县 这个一都三县呢 有紧急事态发生 那紧急事态最主要就是讲 这个新冠肺炎 还有季节性的流感的状况下呢 他们就会希望就是国民呢 要更小心去注意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 那总共是哪些事项呢 比如说像是 他会希望就是尽量就是在使用餐饮设施的情况下 就是可以减少 那怎么减少呢 就是会要求餐饮店的营业时间要缩短 比如说营业时间就到晚上的8点 就会提供到7点为止 然后呢 尽量能够使用远距的工作 所以呢尽量不要出门去上班 目标是要减少7成 对就尽量都在家 然后再来8点之后呢 尽量不要外出 就减少外出的人数 然后呢 还有各种活动的时候会有人数的限制 那除此之外呢 像是电影院剧场 还有一些集会的场地 或是超过 甚至比较大的店铺啊 然后展示会特卖会 还有饭店等设施呢 都要尽量的去注意 就是他们的营业时间有一些限制 对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在工作上面呢 尽量都待在家里嘛 尽量不要出门 然后不要举办大型的活动 大概就是这样 有点类似台湾的 那以前的那种戒严的 就是比较严格 可是台湾比较严格 那他们那边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有一些更加强的宣导 就是大家基本上照这个原则去执行 这样子 好 今天最主要想要讲的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这样的数据是控制的很不好 那很多人都会说 日本到底有没有在做事 有 他们其实有在做 而且他们做的事情 跟台湾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那为什么 就是一样是海岛型的国家 像台湾基本上 因为海岛型的国家 你只要把港口跟飞机关起来 基本上剩下的就是 在你的国内能够做多少的控管 就可以了 就不会再进来了 那日本一样有做边境管制 但是日本的边境管制 稍微晚一点点 比较晚 对 然后再加上他们国内的控管 又比较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呢 是因为日本的那个首都移动的状况 又更加严重 然后人又比较多 对 人又比较多 其实日本是台湾的好几倍大 它虽然一样是海岛国家 可是它除了边境管制以外 它如果已经进去的 其实很难抓出来 然后再加上就是 没有办法严格的 像欧美这样 直接做外出禁止的政策 为什么没有办法 其实跟某些民族性有关系 这个东西 我们等一下可以稍微讲一下 对 那这样子的状况下呢 他们就是一直没有办法 有妥善的照顾 那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讲到说 日本这个国家 到底对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 这样子的疫情呢 他们有没有什么 就是对策方案 那先解释一下 新冠肺炎这个 是在日文 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 它叫做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新型就是新型 那コロナ呢 就是这个冠状肺炎的名字 冠状病毒的名字 所以呢 他们通常都会叫它 コロナウイルス 或直接简称コロナ 就是那个啤酒的 那个コロナ 同样的音 那或者是我们会讲 COVID-19 就跟英文是一样的 对 那台湾是习惯讲 新冠肺炎 或是武汉肺炎 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啦 那 应该这一年多以来 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字 对啊 这是最主要的话题 那我们在讲到 去年的流行语的时候 也有讲到很多 关于这个COVID-19 都是围绕在新冠肺炎 去年的流行语 对对对 因为真的是 不要说日本啦 全世界的大事了 对啊 那针对这个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 感染症 コンセンション 二次 关于这个部分呢 他有一些紧急的对策 那首先呢 第一个主要的对策呢 就是防止他感染的扩大 因为他们 发表这样的宣言的时候 其实国内都已经有 感染的个案出现了 对 那不要让他扩大的方式 还有呢 对于医疗的体制 能够有更多的 准备跟提供 那防止感染的方式呢 首先就是 他们有一些那种 研究这种群聚交叉感染的专家 他们把他派到各个地方去 然后让他们能够帮助 各个地方的政府 或者是机关团体 去做一些防治的措施 然后针对一些 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 也没办法避免群聚的 比如说像是 身心障碍的设施的地方 机构 长照机构 还有育儿园 保育园那种 国务院 就是没办法离开 那个地方的机构呢 他们基本上就是协助他们 能够买更多的消毒的器材 或者是防止感染的一些 相关器材 那从供给面的部分呢 其实台湾在最一开始 也有发生这样的状况 就是口罩严重不足 抢够口罩 对 口罩抢得严重 所以那时候呢 台湾的方式是 快速的就是 先阻止出口 因为台湾是 口罩制作国 然后又出去 但台湾同时 进了非常非常多的口罩 那当时可能进不进来 所以先阻止出去 确保口罩的生产 可以赶快赶上 国内的需求 所以增加产线 日本也是一样 日本呢 首先他们防堵的是 网路上的高价 转卖 那其实那时候啊 有爆出一个消息 就是说 有很多的人 可能中国人比较多一点 因为那时候 中国很难买到口罩 就是跟之前那个 爆买的效应一样 就是他们在日本 到处收购了很多口罩 然后呢 再把它带回国家去用 或是寄回去用 然后 这样的情况 造成他们买不到口罩 我相信造成 一些店铺买不到口罩 这是很明确的事情 可是实际上 绝对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造成他们 整个口罩都不够 是因为日本 也是非常依赖 就是输入的国家 所以很多的 比较一般 就是这一般的 那个医疗口罩 他们也是靠 就是其他国家 做了进来的 那当时就是各个国家 都不敢输出的状况下 他们很少有口罩 可以进来 那他们的供给不足啦 对 那他们的国内口罩呢 又不是都是医疗口罩 因为他们很多是 生产那种花粉症 相关的口罩 防止花粉症 对 他们日本本来就有 习惯使用口罩 就是花粉症 对 因为花粉症的关系 可是这个呢 理论上就不是医疗口罩啦 但没办法防止病毒啊 对 但这种情况下 就是可以用就不错了 对 当你没有口罩的时候 你有就很好了 有就很好了 可是当时就是 很容易会买不到 那最主要就是 国内的这个相关产性 也不够 所以首先 先阻止民间 有这种状况 所以可能会有限制购买 然后禁止高价转卖 这样的策略 然后那时候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日本的政府 大量的收购了 2000万片的 那个布置的口罩 因为觉得可以 重复使用 可以清洗 然后所以才会发生 就是去年的那个 很有名的那个 安倍 安倍口罩 那个事件 这个在我们之前讲 流行鱼的技术 有提到 就是有兴趣 可以再回去 听一下那一集 然后呢 把这些口罩呢 就寄到 那时候是寄到 各个家庭 然后但最主要 就是有一些 照顾的长照设施 之类的 去发给他们使用 然后还有呢 又买了 1500万片以上的 那个医疗用的口罩 然后送给那些 医疗机构的 的机关 这样子 让他们可以使用 这个部分 台湾也有做到 就是优先给 护机构 再来呢 最后就是对 这些口罩的生产者 有给他们一些资源 让他们可以增加产 或者是补助之类的 对对对 补助 让他们尽量可以 就是也不要囤货 就赶快把货拿出来 增加他的产能 对对对 其实就跟我们台湾 当时那个口罩国家 对的概念 对啊 差不多 对对对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他们去强化 他们能够去进行 筛检 就是那个PCR 扩大筛检的数量 对 的数量 那这些 他们希望呢 能够让这个检查能力的 一天能够达到 7000件以上的程度 可是他们现在 一天感染的人数 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以你就说 要筛检多少人 就几乎确诊的意思了 也没有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他就是 就是他们希望 可以做这么多嘛 那有些可能是 昨天筛的 但不是全确诊 当然不是全部 现在就是有点 挡不住了 因为他就是已经 感染已经扩大了嘛 所以你当然是要 就是多做一点筛检 找出确诊者 才可以把它挡在外面 对对对 然后再来就是 公费补助的部分 就是说他们 如果有做这些 相关检查的话呢 政府会帮忙出一些钱 避免说有些人觉得 太贵了 就不想要做这样的检测 这样子可能会 就是会蛮麻烦的 这样子 对啊 他就也不知道 自己是不是确诊 然后在那边泡泡泡走 然后就扩大感染 对 没错 然后再来呢 就是提供那个医疗制度 比如说像是呼吸照护啊 人工呼吸器啊 还有病床相关的资源 然后还有就是开发一些治疗的药物 那这些就是 病床之类的呢 用国费去支付二分之一 以避免那些医疗机构 他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经费 可以去增购这些设施 然后对于已经发生有状况的人呢 他们尽量能够让健保制度 可以更简单一点的 更容易一点的去申请 让他们能够可以就是有相关的症状的时候 那就可以在自家进行疗养 然后也把这些人列入就是那个 补助的范围 就是保险理赔的范围内 这样子呢 而且让这件事情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样大家会有正确的防疫概念 然后再来最后呢 就是在这个情报发信 情报配送的部分 就是说宣导宣传的部分 要有就是可以较正确的防疫观念 比如说像是发生的时候该怎么办啊 发生的症状大概是怎么样啊 然后要洗手啊 现在感染的状况啊 如果真的要去检查 或者是要去看医生的话 我们有什么医疗制度 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些相关的东西 其实讲到这里为止 跟台湾都差不多了 对啊 因为其实防疫就是做这件事情而已啊 对对对对 那但是之所以会让别人觉得 他们都没有做到是因为 其实跟他们的民族性 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因为他们的民族性 是比较不喜欢对别人造成困扰 所以说呢 如果叫你们不要出去 尽量避免群聚 可是他又必须要去上班 所以就很难去避免这个 他很难去衡量啦 因为对他们来讲 其实如果不去上班的话 他的那个伤害比较大 对他们心里面的 他们心里是这么觉得 那当然现在有一些远距工作 可是远距工作 其实在去年以前的日本 是几乎无法想象的 对啊 他们是很难接受 这样的一个形式啦 对对对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他们还是觉得 要面对面谈事情 会比较 比较好 或是比较 比较 有礼貌吗 他们会这么觉得 当然我们不是指 所有的日本人 当然就是 我们知道的日本人 蛮多都是这样的个性 好 那这个后面 我们会再讨论一下 好 那接下来呢 他的对策 刚刚讲到的 就是防止感染扩大 还有就是医疗制度的整备 那接下来呢 讲到的是 这个是台湾 比较少提到的 因为他们在去年的四月 其实已经发表过 一次紧急宣言 后来虽然有解除了 但是现在又 眼看又要控制不住了 所以再发布一次 那当时发布紧急宣言的时候呢 学校是有请他们 不要继续上课的 其实在发表 紧急事态宣言之前 就已经停课了 只是后来还是控制不住 所以才又发表 那个紧急事态宣言 让一般人 也比较不会 那么大量的移动 而且这个有个好处 就是因为小朋友 停课在家 其实家长照顾 有很多的问题 对 那如果父母也能够在家 那这样小孩 就会有人照顾 对 而且也避免就是不用 也可以不用出去 而且他们去年 在发表停课 其实是非常仓促的决定 所以有很多家长 其实也没办法 马上就可以有 找得到 可以照顾小朋友的地方 因为他们也不能请假 对 那讲到这个 不能请假的这部分呢 其实就是他们的 这个对策的其中一个 他们的第二项呢 就是关系到 学校停课的时候 他衍生出来的课题 还有他相关对应的措施 那比如说第一个呢 就是要去照顾 这些小朋友的家人呢 他们要怎么样去请假 他们就是会定出一些 比较明确的方案 或是建议企业 去执行的方式 然后让他们呢 有需要就是 请假回家照顾小孩的情况呢 可以有一个 比较容易请假的环境 然后再来呢 因为这个请假的关系 所以请假一定会有 劳动力的问题 那不管是对于 请假的这些劳工 还是对于 让他们请假的这些企业 去提供适当的补助措施 让他们能够就是 真的好好的请假 回去照顾小孩 而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这个中间的损失 由政府帮忙负担一些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因为请假 或是有时候 因为整个 这整个疫情的关系 经济层面影响很多 所以如果因为这样子 有减少收入的话呢 对于这些家庭呢 他们会提供一些 特殊的贷款 那这些贷款呢 可能就是 原本就有这样子的 紧急贷款 贷款的额度变高 或者是 可以不用偿还利息 甚至某些情况下 可以不用偿还几个月 少还一点之类的 这种都是他们政府 有提供给民众的一个 可以申请的东西 那这个呢 台湾也有 就是我们的那个 索困金吗 对对对 紧急索困金的申请 或者是紧急书 很贷款 台湾也有 然后再来呢 就是 如果他们真的小朋友 就是没办法 家长在家里雇的话呢 有类似那种 托婴托育的机构 安亲班之类的那种机构 那那些机构呢 其实在日本 原本是比较少见的 他们比较少 会有这样的地方 对那但是 他们现在就是 因为不得不嘛 所以还是有 那这些机构 可能就是 要尽量去 开设这样子的机构 由政府帮忙补助 去申请 然后或者是说 要去 这样的机构的费用 由政府帮忙 付补助去出 然后还有就是去 奖励 或是鼓励 这些企业主 去开设这样的机构 让家长 如果真的不能照顾 的情况下 可以有小有地方去 他们可以安心的工作 之类的 这样相关的设施 有在进行 那还有一点 比较特别的就是 他们有讲到 就是学校的午餐前 这件事情 营养午餐 对 营养午餐 因为日本基本上 都是在学校 吃营养午餐的 那这些营养午餐呢 因为在临时 停课的过程当中 营养午餐费 到底该怎么计算 这个有点微妙 就没有收入了嘛 他们就不会有 营养午餐 这一笔支出 对 所以呢 有些学校呢 他就是 会 政府就会希望 有些学校可以把 这笔钱还给家长 等于是多一点钱 可以让家长 自己去运用 这样子 然后呢 国家会去对这些费用 产生的 比如说可能 因为没有 要用这些东西 所以说产生一些 哪个部分的负担 由政府那边帮忙出 然后还有就是提供 这些营养午餐的 那些业者 他们可能因为这样 他们也没工作了 所以他们就是 也会有一些 政府给他们的 一些补助方案 这个是蛮特别的 到底这个午餐费 会影响到多大 对于一个家庭来讲 好像不会差很多 可是对于 就经济比较 结局的家庭来讲 午餐费的确是 很蛮重要的一笔支出 对 所以像现在 其实台湾 已经推动很多县市 它是中小学午餐 是免费的 由政府补助 这样子 就是税金的 连续支出 对对对 OK 那 不过我觉得 他们会想到说 这个学校停止 然后这些机构 这些提供学校 午餐的这些农家 就没有 没办法赚钱 没有收入 我觉得是 蛮用心的一件事情 想到这个部分 然后再来呢 就是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这个远距教学的部分 就是因为没有上课的关系 所以尽量能够进行远距教学 然后可以就是 比如说 增设相关的机构啊 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方式 这个部分也是就是 因为这次 因应征新冠肺炎 而产生的一些改变 那如果再过了一年 就我观察起来 很多地方已经慢慢的在习惯了 当然学校 因为这一次的紧急宣言 是没有要停课 没有要停课 去年有停课 但这一次是都没有要说要停课 有说要正常上课 对 那所以说 就是 可能没有那么多 可是如果说 真的还需要再停课的话 我相信他相关的方案 已经慢慢再架构起来 可是他所谓的停课 好像就是 国中小吧 所以其实 其实他们在疫情 这段时间的疫情 像大学 很多大学 其实都是用远距教学的 所以他们有很多大学生 其实是还没有在教室上过课的 就是新的年度进去学校的学生 对 其实很多国家也有听说过这件事情 好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他们对于一些事业的活动 比如说 整个事业活动 就是经济层面的 整个赚的钱 赚的 或者是经济效果的缩小 还有一些 可能雇佣减少的 一些相关的政策 企业会有一些损失啊 对因为毕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人或者是物品 它的流动都是停滞的 有些的事业 比如说包括物流业啊 或者是甚至观光业 影响非常的大 那像这些事业的业主 这些公司的业主呢 他们有可能会没办法继续维持 雇佣这么多的员工 那尽量让他们不要辞退 这些员工的方式呢 日本政府就是会 就是给他们一些相关的 补助措施 他们叫做这个 雇佣调整助成金 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比如说 一样要雇佣这么多人 然后减班 然后对于企业的这个伤害 他们尽量能够把它降低一点点之类的 或是可能 我记得好像有些税务上面的减免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尽量给他们更多的资金 然后去跟一些银行的机构 去谈说 让他们的贷款可以还缴 或是降息之类的方式 让他们可以就是安全一点的 去度过这个难关 对 那像这样子的东西呢 日本也花了好多 很多钱 很多钱 编列很多预算 光这些金融方面的事情呢 他们就编列了1.6兆日元的费用 这样子 那其他呢 就是像是现在的那个各个公司行 他们通常 尤其是制造业 他们的这个供应链 有时候都不一定是在国内 那就算是在国内 因为物流产业的关系 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关于这些供应链的损坏呢 他们也会有一些相关的对应措施 跟重新去帮忙去 比如说配给资源相关的事情 然后 这次影响非常非常大 就是这个观光业 那这个观光业呢 现在有点尴尬 就是你在复苏观光业的同时 就是有可能增加了 感染的机会 对 所以呢 他们这个观光业在 通常就是补助他们继续撑下去 然后可能补助他们在这个时候 这段时间你可以尽量健全自己的体制 比如说增加观光的资源 可是毕竟没有办法 就是现在真的让太多人去观光 所以说他们同时去进行这些资源 然后同时呢 他们也在检讨说 等到一切都结束之后 等到疫情缓解的时候 但是疫情什么时候缓解呢 不知道 对 所以那之后啦 他特别有强调说 那之后 等到事态中期之后 对 一切都结束之后呢 能不能有一些就是观明 一起合作的一些活动 能够让观光可以再次复苏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说 他们对于这些生活上 可能会比较 就是有问题的人 能够让他们能够自立生活 然后或是促进他们的就职之类的呢 也有一些相关的补助 比如说因为新冠肺炎而离职啊 收入减少的人 对 他们就会提供一些相关的补助 或者是支援 对 由那个地方的一些公共团体去提供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可能跟工作比较有关系的 那最后一个呢 是关系到就是 因为新冠肺炎 所以其实很多的法令 还有很多的 国家的制度 措施都会有一些改变 那针对这些新的改变呢 因为日本原本就有那个 新型流感的一些相关的法规 那他们就把这个新型冠状肺炎 这个部分的感染症呢 也把它加进去 然后相关的法案都在国会 已经提出而且通过了 对 就有修法 台湾其实也有相关的修法 对 台湾其实有相关的修法 有相关的条例 然后像是他们那些法条 就是那个隔离的人跑出来的那些法条 那个也都有相关的修改 然后再来呢 就是讲到说边境管理政策 日本叫做水济 边境管理 因为他们的边境就是水 所以这个名字其实也蛮合理的 对啊 边境管理政策呢 他们会有一些比较迅速 而且比较机动性的对应 比如说去禁止别的国家的人来 如果限制 还有劝告就是国内的人不要出国 因为你出国你就可能要回来 那回来就可能带着病菌 再加上移动本来就是一个风险 还有呢 就是在这个边境管制的时候呢 有一些简易的强化 还有说去发表他们现在 国内疫情的状况 跟更新国外疫情的状况 给国内的人知道 这都是相关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行政手续 或者一些公共机构的一些 相关的处理方式的调配 比如说像是 报税的时间延长啊 然后更新驾照的时间 变得比较长啊 还有就是如果像 像要缴那个保费啊 或是税金 能不能就是还缴缴缴缴 或甚至缴缴 有些特殊的状况 然后还有一些公共设施 比如说原本有在做一些 公共工程的 那这个工程原本的交期延长 那可能就会让那些承包 可以不要压力这么大 因为可能叫不到工 甚至工人不能再上班 这些相对都有 那其实我记得台湾去年 也有针对就是报税 有展业嘛 有延一个月 就是可以一个 就是有两个月可以报税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 可能一个那个月内 但以他的经济条件也没有办法 那么许可嘛 对对对 所以就让他再多延一个月 可以缴税这样子 多一点时间筹钱缴税 是这样讲啊 就是不是不让你缴税 是你还是要缴税哦 但是时间可以延长一点 对我知道你很辛苦 所以你可以慢一点缴 不是不要缴 不是不用缴 还要缴 然后再来呢 就是国际关系的强化 比如说日本就是 WHO的那个 那部分的国家都有加入啦 所以他们都会遵照WHO的一些 那个指导 指导原则 去做防疫的一些措施 这样讲起来 不用就是没有加入的 我们反而做的比较好 就是指他们 不是不是 真的因为台湾没办法加入WHO 所以真的自立自强啊 好啦我们自立自强结果 算还OK这样子 对我们真的靠自己 听起来有点讲风凉话 但我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对于一些地方的公共组织呢 去做这些 比如说财政上面的资源 对 我觉得最主要是财政资源 因为这些一定会衍生 很多相关的一些费用 对 然后还有人力的支出 对 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对 这些都是 讲到目前为止 就是他们针对这个疫情 他们所提供的所有的政策 其实听起来很完整 该做也都有做 对啊 其实就是大概 应该要做的措施都有啦 但是为什么你觉得 就是日本还是管理不好 一个是我觉得 他一开始进行这些措施的时间点 太晚了 因为他那个都已经蔓延开来的 的之后才要做这些措施 的确你这个时候再要防堵 就已经来不及了 的确 然后还有呢 你觉得还有其他原因吗 跟他们的人民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 民族性吧 我觉得民族性 每一国都不一样啦 那台湾是比较特殊啦 我觉得啊 其实日本的民族性来讲 他们理论上来讲 是遵守规矩 对 可是在这个遵守规矩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 有一些更重的是 规矩以外的那些潜规则 对他们俩太过的重要了 或是他们自己 对于一些正确跟错误的判断 他们会看得很重 什么叫正确跟错误的判断 这个在我们Podcast频道的第一集 也曾经聊过这件事情 就是 比如说生病 要不要去看医生这件事情 对啊 或者是 你如果 因为身体不舒服 要请假的话 那其实是你自己的问题 这样子 对 其实这个部分 就是会造成 他们可能会有很严重的 比如说 我就跟你说 你如果 就是有感染症状 你可能有症状 你就不要来上班 你就要在家里隔离 可是如果 我在家里隔离 公司的人会怎么看我 那 我应该不是 没那么惨吧 我应该没事吧 就去了 我知道不是全部的人都这样 但是真的会有人 就有这样的心理 然后还有就是 日本真的是和平很久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的人民 说实在没什么危机意识 因为日子真的 好好的过很久 所以这是爆出很严重的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 那个所谓的 夜路的街 就是他们的夜生活的那些店 那那些店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们普遍都觉得 没那么衰吧 我没那么严重吧 然后就去了 就去了 就在那个地方群聚感染 然后就发展出去 那那些人 难道真的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吗 我觉得他真的不知道 他有可能没有这样的警觉 对 虽然说政府刚刚有讲到说 去更新这个疫情的状况 然后做很多的宣导 可是他们可能不觉得 那是跟自己有关系的事情 他就可能觉得自己没那么衰 对 那这个没有那么衰的心态太多了 那相较于这个 台湾就很特别的是 台湾在发生这个当下的时候 产生最严重的 最明显的状况 就是那时候的口罩之乱 对 一爆发有确诊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抢口罩了 对 那你觉得抢口罩这就是代表 所有人都觉得 这件事情跟我有关 我一定要赶快保护好自己 我保护好 我戴口罩以后 别人就不会传染给我 所以我先把我自己保护好 然后尽量不要出门 这种事情也是有的 所以台湾人 比较不会有种 这跟我无关 每个人都觉得 这跟我很有关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 这跟自己很有关 每个人就主动的去防范 除了政府跟我们讲的以外 每个人都做的 比政府讲的更多 对就很害怕 政府说 你要戴一层口罩 他可能想要戴三层口罩 如果他能呼吸的话 超爽 然后那个酒精也抢光光 对酒精消毒液也抢光光 然后连酒精棉片都要抢了 对 可是日本人比较多一点 是这跟我无关 好 为什么会有 这跟我无关的想法呢 我们就要讲到一个 我们在网络上找到的一个 其实他对或不对 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觉得 可以从这个点去看 日本这一次的疫情 在他们普遍 我们刚讲的是政府方的设施 但是在他们人民来讲的话 他们有没有什么特殊的 民族性造成的这个结果 那先讲到这个呢 我们要先讲就是 其实日本不是现在最严重的国家 对啦 比较起来 欧美那些更严重 我们刚刚讲了27万人 这个是日本累计确诊认数 美国的 一天的确诊认数 就差不多了 当然美国非常非常大 它是日本的好几倍大 可是再怎么好几倍 也不是365倍或是 对啊 这样不成比例 因为美国应该也才几亿人而已 对对对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多 我觉得跟美国的民族性 可能更有关 可是因为我们对美国 实在是不太了解 所以我们不去探讨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只是单纯探讨说 我们不是说日本人很严谨吗 不是说日本人医疗很发达吗 然后不是说日本人很守法吗 啊怎么会这件事情 防堵成这样呢 我们只是在讨论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来 那日本人他们也在想这件事情 他们也很想知道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2020明明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我们会弄到奥运办不成 2021年我一定要办 可是到底办不办得成 大家都心里在问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就有一个大阪大学的教授呢 他呢去做了一个调查 那这个调查呢 他的问题是 有两个 他最主要是问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 当有感染新冠肺炎的人出现的时候 你觉得那是他本人的错 就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本人的错 另外一个呢 是如果有感染新冠肺炎的人 那是他的自作自受 这个是有责备的意思 就是他自己做的事情造成 一个是他本人的错 就是说不是这个社会的问题 是他自己也做好 另外一个呢 是他 他用了自作自受 这个句子 这两个有一点微妙的差异啦 一个是只是讲说 反正他有可能什么不注意啊 或是他自己造成的啊 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点批判的感觉 就是说是他自己自作自受啊 对他可能做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 所以造成 好 那首先呢 这个文章的标题是讲说呢 日本人认为 就是感染新冠肺炎的人 是自作自受 这样子的想法的人 是有美国的十倍这么多 好 首先呢 我们先讲到说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指说 感染新冠肺炎的人 是他本人的错 是他本人 本人的错 是他本人的错 这个部分呢 他觉得说 应该就是这样 或是根本就是这样 或是非常这么认为的人呢 日本总共有 15.25% 对 然后呢 美国呢 有4.75%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 就美国跟日本比起来呢 他是三倍左右 但是呢 当他换一个问题 问他说 你觉得感染了新冠肺炎的人 他根本就是自作自受 这样的说法呢 日本有11.5% 而美国呢 只有一% 所以这个 十倍就是这样来的 又是这么多人 这么觉得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讲呢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啦 当然他们还没有可能 还没有再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对对对 在文章里面是没有特别说的 可是为什么 他会觉得是自己的错 或者是觉得说 他是自作自受呢 这个部分呢 跟 就是日本人的一些 想法有关系 首先呢 他觉得是自己的错呢 他们觉得 应该是跟日本那种 有一种想法 就是说 如果谁他不信的话 就是他自己的那个 他自己的问题 那种状况 那种想法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呢 如果说想到自作自受 这件事情的话呢 其实他有很多解释的方式 那这个文章里面呢 他提到的是 有一个日本人普遍 都还蛮有这样的概念 台湾其实也有 叫做公正世界假说 他什么叫公正世界假说呢 就是 好的人就会发生好事 应该讲说 好事会在好的人身上发生 而坏事就会在坏的人身上发生 而 努力的人就会受到报答 报仇 就会回报 就会回报 而不努力的人 就会惨遭不好的事情 所以就算 如果做了坏事的话 必定会受到惩罚 这样的想法 就是所谓的 公正世界假说 日本的童话故事 还有很多地方的童话故事 多半都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 为什么会这样的讲说呢 是因为世界必须要有一定的制度 才会是安定的 那这样子才会让人心安 就是说 我觉得我只要做好 我该做的事情 我应该就会顺顺利利 这个想法其实很重要 其实不管他对还是不对 因为你如果不这样子的话 你很难安心下来 去做很多事情 很多人就会 反正你做再多事情 都不会受到报应的话 为恶的人就更多了 对 所以你为了让自己为善 你可能会说服自己说 我为善是会好的 是会有好事的 其实我做好事 会造成好的循环 其实这个某个程度来讲 也是一种公正世界的假说 所以呢 大家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运行的 这样的想法是很重要的 但是 这一次的新冠肺炎 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状况 就是他并不是什么样的人 才会感染 不管他是有钱人还没钱的人 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只要遇到了就会感染 这个就像 虽然说笨蛋就不会感冒 可是笨蛋其实还是会感冒一样 就是感 就像感冒一样 感冒不会挑人 对 他就是会发生 生病也一定就是会发生 所以说 如果说世界公正假说是对的的话 那为什么拼拼正信找上了某些人 对 所以他会害怕 为了让自己不要害怕 他就告诉自己说 一定是他不小心 一定是他 别人叫他不要出国 他硬要出国 一定是他晚上跑去 去那个夜店玩 一定是他 没有保护好自己 没有防放好自己 所以他反正就认为说 这一定是那个人 他有什么错 或他有哪个地方不注意 而造成 而我没有错 而我没有不注意 所以我是安全的 他们这种想法 非常的明确 很常会发生这种状况 所以比较容易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说 感染的人一定是他自己有问题 那其实这个世界公正假说 不只有日本 台湾也非常明显 怎么说 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一开头会有讲到 别人问我们说 日本这次怎么做 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觉得台湾做得很好 的确台湾做得很好 但是我们现在不就是 他们做得不好 所以他们会这么严重 我们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没事 其实这个就结果 就来讲 没错 我们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没事 但是你怎么知道 他们会这么不好 是因为他们做得不好 说不定他们就真的 没办法防堵 说不定他们真的有 其他问题 我们没有人知道 他们也没有人 刻意为了要自己 变成这样 那台湾人呢 是因为我们团结一致的做 可是我们也有 天时地利的优势 有政府的努力 有自己的努力 有其他人的努力 但是我们不能 因为这样子讲说 因此而感染的人 就是他怎么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讲说 因此而做得不好 就是日本怎么了 当然日本一定有 做错事的人 可是我认为 这个不是我们其他人 要去帮他检讨的 这是他们自己 要去思考 他们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所以呢 在日本其实现在 有这个状况 就是他们会去 批判那些感染者 那批判感染者 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感染者知情不报 对 就是有的人确诊了 然后他就不想讲 不敢讲 然后或者是有的人 怕自己确诊 然后就不去检查 我就怕被骂 对 就是这样 就是那个怕被骂的 那个心态 变得很严重 那这个怕被骂的心态 再放大一点 我们刚刚就是 我刚从个人讲到国家 再从国家讲回个人 我们现在再把它讲到国家 谁怕被骂 一开始发源的那个地方 如果他一开始 就把这件事情 好好的爆出来 然后好好的去强调 去讲说这个感染源 有多严重 我们站在善良的立场讲 他或许真的不知道 可是不知道 你不要展天节点的讲 他没有感染性 就好好的讲说 有发生这件事情 就不要说什么可控可防 对 可控可防 这个 讲了这个之后 大家就真的觉得可控可防 有些人相信 他就真的觉得可控可防 或许他那时候 真的觉得可控可防 可是你把事情轻化了 反而造成大家松懈 对 那我们不要说 就站在良善的面上 我们不要去怀疑 别人曾经讲过的事情 或做的话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我觉得就是 再倒过来讲 我们不要去批判 任何的事情 今天会发生 这样一件灾难 这样一个问题 绝对不是谁愿意的 不要有那个 虽然我知道有阴谋论 就是这就是 什么什么什么来的 这个先不要讲 这个先不要讲 就是我们先讲说 后面会被感染的这些人 会没有控制好的 这个状况 都不是大家乐见的 没有人希望看到 这种状况 没有人希望 因为这样子 而造成这个世界经济的停摆 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 没有人希望看到这个 那先不要去苛责的情况下 才能够有效的找到原因 找到对策 找到解决的办法 而且在后续再发生 其他更多事情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 比较正面的角度 去看待这件事情 我并不是说 没有必要去检讨 但这个检讨 可以放在很后面 放在整个事情 结束之后都没有关系 放在整个事情 已经得到控制之后 你再去检讨 那检讨的目的是什么 也不是苛责当下的决定 这个啊我就怕被骂 这种说法 其实基本上 它是真的很可能 大部分的人心态都是这样 但是怕被骂这件事情 就会造成很多的隐移 所以你检讨的目的 不是去责怪这个人 或者是去惩罚这个人 我们这个不是犯罪的在惩罚 而是为了未来 不要再发生一样的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文章的作者呢 他最后呢他也是有在 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呢 去给这些感染者 更多温暖的支援 不管是心理层面 还是也不要去责怪 攻击他 对 因为虽然说 他们他的想法是说 这一次的回答结果呢 其实 也可以考虑成是说 日本的感染者 跟别的国家 他的别的国家 是指欧美 比起来人数是比较少的 那因为日本的 他觉得日本感染者 相对比较少 所以这些人就比较容易成为攻击的对象 然后所以呢 他们就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去攻击他们 对我觉得这个想法也不一定是错的 而且但是他们自己有说 他可能有关 但我们不能把他想象成因果 因为他们的比较少 如果以我的论点来讲 那对我们来讲他们就很多 对啊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说 到底应该要做些什么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最主要的呢 就是不要有这个攻击的意识 然后不要对于这些感染者 或是社会比较弱的人 具有这些攻击的地方 尽量能够更温暖的去支持他们 然后让这件事情可以妥善的有个结尾 这样子 因为毕竟感染的人 没有人会想要自己故意去感染啊 对 他一定是不知不觉中自己就被感染的啊 嗯 所以 要怎么说他有错呢 其实我觉得这整件事情来讲的话 都是这种想思考方式啊 对那我们该怎么样能够在这个 怎么讲呢 这样子的情况下 自保 然后又 不要隔岸关火 不要那种说风凉话 我觉得很难 所以也可以理解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说 啊日本就没做啊 因为日本真的看起来就没有做得很好 可是你说他们真的都没有在做吗 那些他们前线的医疗人员 他们有一些相关理定政策的人 他们也是很努力 嗯 然后真的生活受到很多影响的人 也是很多 嗯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批评 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 讲他们做的多不好 嗯 那我想他们也不想要让这些事情发生 而且我觉得是因为 因为台湾现在疫情 就是告一个段落 所以大家可以就比较轻松的心态来看这件事情 不然就是像检讨感染者 其实在台湾第一个确诊出现的时候 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其实一直都有啊 因为台湾的检讨很好检讨 因为一天就两三个 对很容易抓得到嘛 不管是境外感染 还是说我们都可以调查那个感染足迹 日本是没办法调查的 嗯 所以台湾是可以调查感染足迹的情况下 那些感染者其实很容易就被检讨 嗯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不要这样 首先就是今天是他们也是你 对啊 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感染啊 对啊 你怎么可能知道你有没有可能被感染 你是做了什么事情被感染的 你自己也没办法确定啊 对所以就是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防护 嗯 然后尽量给别人多一点温暖 嗯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对然后呃 也不要就是带着侥幸的心态 嗯 就觉得说哎你看他们做的多差 怎么样 嗯 我们能够做的这么好 是因为我们都非常的团结 嗯 我其实很感动 台湾就是发生事情的时候 总是这么团结 嗯 对因为我们团结一心的去 真的是抵御外敌啊 对对对对 避免感染 所以大家都很有心的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 嗯 欸你知道这个正常的生活 在很多国家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情 对啊 真的是很难得哦 我觉得现在的台湾人其实已经有一些 太太太觉得太理所当然了 所以他没有这样的感觉 对 没有这样的警觉心 对 我觉得真的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嗯 明明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里面 嗯 但是也不要因为我们在很幸福的环境里面 就去攻击其他的人 嗯 那也不是说我要帮日本讲话说 啊就不能说他们很糟 他们的确有些地方做得很糟啊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可以 就是尽量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 因为并不是 日本也不会想要就是变成这样子啊 嗯 而且就是我听到很多人都会去跟日本人讲说 啊你们这是怎么样 我真的听到很多人这样讲 我就觉得说 他也没不想这样啊 我听到说应该心里面觉得很明白 他们可能也想说 啊我有做好防疫措施啊 又不是我的问题 而且他们大部分人都会跟我讲说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 我这边都没事 嗯 对 可是我 我们就会觉得说 没有啊 可是我们听你们的很严重 啊但是的确这个严重是因为他们地区很大嘛 他家附近可能真的都没事啊 嗯 对啊对啊 就是类似像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同理心 嗯 好 然后我们珍惜我们现在的环境 嗯 然后也大概就是去了解一下这个 与我们临近的国家 他们都在做些什么 其实跟台湾做的差不多 嗯 那他们为什么会做不到这个 可能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心态有一点关系 好 那但是完全是这个心态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 嗯 可能有很多原因 但是就人民 他可能还是会跑去那些地方的原因 可能就是我刚刚讲 他们习惯过上很自在 而且很安全的生活了 嗯 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没有这么严重 嗯 好 那事情就可能就是变成这样子 嗯 那 我觉得就是 这件事情总是会有止息的时候 药物开发完成之后之类的 嗯 但在那之前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保护好自己 嗯 国家都给予很多的帮忙 嗯 给予很多的政策的保护 嗯 那我相信很多企业机构 还有就是很多医护人员 他们也非常努力 嗯 包括一些边境的人 比如说机场从业人员 大家都非常辛苦 在努力这件事情 嗯 所以不要任何一个人 成为缺口 别人认为一个人 成为破口 嗯 这是在我们这个圈圈里面 自己要做好 我们这个安全网里面 要自己做好的事情 那对于其他国家的人 或是东西 等到我们有这个能力 去支援他们的时候 嗯 或许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 或至少是温暖 嗯 然后不要谩骂 不要给他们更多的压力 也不要嘲讽啊 什么之类的 不要太客谁 对对对 真的就是 我觉得 不是说嘲讽他们 我们自己私底下说说 他们也不痛不痒 嗯 说实在 可是这个嘲讽 很有可能会造成 我们心态上的扭曲 自以为自己安全 嗯 那万一台湾真的 整个爆出来的时候 你真的是 很想嘲笑当时的自己 你知道吗 就是想哭哭出来 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不过这个心态 真的很重要 嗯 对 不要让自己就是 以为自己真的 就是安安全圈的 嗯 真的 好 那其实今天的话题 有点沉重 对 但是其实 我们也不是说 要讲一个 很沉重的事情 只是 太常被问了 对 常常被问说 你们日本 不是我们日本 好 反正就是日本 这次好像做的 没有很好 那他们其实也是 有在做相关的事情 嗯 那我们重复讲 这些东西 其实台湾也做了一样 嗯 好 那就是大家一起 小心一点 看能不能尽早 渡过这个难关 毕竟这 这是每个人 都在面对的问题啊 对对对 没有谁比较幸运 谁比较不幸运 这样的事情了 真的真的 天佑台湾 也希望这个 因为我们临近的国家 可以少是渡过南关 对我们可以去玩 哈哈 哎 只讲到去玩 就是常常在讲说 要去日本 有些人就很生气 你怎么这样 还想出去玩 不是啊 我想出去玩 还是会出去玩 可是不能去 我们也不会付诸实行 对啊 而且我觉得 那个就是大家讲一讲 这就是不要批判啊 这只是有时候讲一讲 我觉得批判都很容易弄 没有我觉得会有批判 都是因为没办法理解对方啦 对 如果大家能够多一点同理心的话 其实就不会那么多批判的啊 嗯 或许吧 嗯 对啊 多多了解对方就好了 嗯 多多了解 好 那今天的主题稍微就到这里啊 我们会尽量定期上传一些新的集数 还要找一些比较有趣啊 有用的话题 嗯 那如果呢 你会喜欢我们的主题 或是对我们什么东西有兴趣 因为其实我们慢慢的开始 在帮我们的主题做分类 有一些系统的话 那如果你觉得 哪一些类别的东西 你们觉得比较喜欢的话 也欢迎按赞订阅或分享 嗯 嗯 那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